新华两岸 客人瑞平 大家好 我是李璐 进入到了11月份 岛内绿营媒体依旧是延续了之前每天数飞机的习惯 对解放军军机在台海区域动态高度的关注 据报道 继11月2号 我8架战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之后 11月3号 解放军战机再次于凌晨进入台湾西南空域 对此 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严德发表示 解放军军机的连续出动确实疲劳台军压缩台军空域 有意思的是 前段时间 台军也学起了日本自卫队 对于经过的解放军军机采取所谓拍照取证的做法 不过 刚学没几天 台军似乎已经露出了疲态 在台湾军方发布的信息当中 我军歼16的照片不是旧图或者是资料图 而是直接盗用了微博网友绘制的CG图来充数 用3D图片冒充照片 台军掏不出解放军战机经过的实时画面 这虽然是个小细节 但是却可能隐藏着大问题 有军事媒体人对此分析说 出现这种情况有几种可能 第一种是解放军战机飞行速度快 没有给对方近距离拍摄的机会 二是双方战机可能在激烈对抗 使得坐在座舱后座的拍照人无法稳定相机 自然也就没有办法拍摄清晰的照片 第三种可能是解放军战机经过次数频繁 台军军机的应对仓促来不及派人坐在后座负责拍摄 或者只派了单坐机 无论是以上的哪种情况都共同说明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两岸军力差距实在是太大 而这种差距不管台军怎么买武器也无法缩短 反而会随着台军动作的增加而变得越来越悬殊 大家都知道战机是有保质期的 不同于汽车的使用年限 战机的寿命通常是以小时计算的 尤其是战机上的发动机更是格外的精贵 以美制F-16的发动机为例 其使用的寿命是2500个小时 初次大修间隔为1000个小时 以后依次为800个小时700个小时 而这种水平在战斗机发动机当中已经是很长寿的了 以台军空军目前的装备品质 根本就经不起解放军长期的拉链 再加上岛内飞行员数量限制 消耗越久 台军就会越是力不从心 一直以来 民进党当局以仗美国等外部势力的支持 企图挟洋自重 这一次的美国大选 民进党方面更是被美国媒体点名押保特朗普阵营 显示其谋独之心不死 要知道 不管美国选举结果如何 无论是谁当选美国总统 两岸统一大事都注定无法改变 台独是死路一条 以武俱统更是绝路 以上就是两块评的全部内容 我是吕璐 再会